今天是農曆的冬至五族語話,東大過年,灣區的華裔民眾為何慶祝這個中國傳統的節靈一,蔡家欣報導。 中國傳統節氣冬至,外賣還是煮大餐?有民眾說湯圓一定不可以少。 今天是煮湯圓,吃湯圓吧。 湯圓現在都簡化了很多。 一位家鄉是北京的爸爸,母親在北京,兒子就在洛杉磯讀書,說今年冬至太忙,不慶祝。 不過講到過去在北京吃媽媽的貓耳朵,都是非常開心。 冬至一般就是吃貓耳朵,我媽就像現在的餛飩一樣。 吃完以後就說吃了以後不瞪耳朵,東北原來冷得很。 這兩名母親就說,兒女都不講中文了,認為每天都好像過節這麼開心。 慶不慶祝冬節並不是那麼重要。 下一道更加不知,因為他們肚主嘛。 我們都,every day一樣,我們來得太久了,習慣了。 好,好。 二字幕牌記者,查看人家報道。 好